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曾经录影在这边表演 我穿一个球鞋 那个球鞋我不太满意 那个鞋底可以溜一公尺 他差一点要送命 台湾电视公司好几家出动 说刘勇差点报销 应该这样说 你对于自己可能会报销 早就抱有预期了 那时候已经跟你说 可能你活得不长了 他当兵体检 完了之后三军总医院的医生就说 你不用当兵了 但是你活不长 这句话很管用 你看我活得很积极 因为随时都要走人 所以你说了一句话 人生不虚度半天都不能混 跟这个有关系吗 当然 因为我们人不可以没有必死之心 这个也是因为他们那天拍 对 做到一半 所以我快做一半 他吃卷本 首先你要把卷绷起来 看没有 要把它绷起来 然后呢 除了在正面画 而且要在背面画 它不只是在正面画 背面画 背面画跟背面画 然后成为一幅画 对的 这个就是说上面的这个像细细的的花脉 它在背面画 你在正面看隐隐约约的透出来 这也是您特殊的方法吗 特殊的方法 我的墨古花卉 很多东西都是我自己摸的 所以学院派有学院派的好处 但是学院派有学院派的苛旧 那因为我在师大的时候 跟林玉山老师学的是写生 我学到的是写生的观念 但是这种工笔的墨古呢 我就是后来自己摸 所以有很多就不一定合前人法 不合前人法 我做很多东西都不合前人法 那你属于什么派 不知道 刘雍 知名画家 作家 教育家 他的处世散文 温馨丽质 被称为沟通青少年心灵的专业作家 与此同时 他在书画艺术的领域造诣颇深 我永远觉得怕自己走得太快 所以我一直要回头 这就是为什么我会连故宫的这些 这么重要的作品 我要回头学习古人 而且我写论文 写完了之后 我自己很大胆 我会把故宫学者的那一套 通通都要打翻 OK 但是我写完之后 我最近这一篇 我是网上发表的 我拿给故宫前书画初处长 刘芳如看 我说你看 OK吗 有没有很严重的错误 你可以不同意我的观点 但有没有严重错误呢 我都会给专家学者看 请他们审阅 所以一方面很大胆 一方面很怯懦 但是你希望留下屎吧 你竟然会叹触到这样 对我做什么东西都不希望只是做一屎 而且我做什么地方都刨根究底 就好像是我讲花鸟 这个花鸟的时候 我会把这个翅膀 它的羽毛的次序 都把它列出来 会把鸟的骨骼 这都是我亲自画的 因为它是在 你在美国出版的 不能侵犯人家版权 我每个礼拜 都在自然历史博物馆做研究 然后它的 当鸟转身的时候 它的胸腺会怎样 就一般画 花鸟说呢 鸟哪里还有胸腺 它中间有一条腺 很有趣 我这次来看您 我就跟我的婆婆说 我要去访问刘雍了 她说那一位画家 因为她自己本身也学画 你晓得绝大多数的人都说 什么 刘雍也画画 我刚才为什么要这样说 是因为我婆婆她也画画 也学画 那我跟一些80后 70后或90后 甚至我们在北京的编导 他们就说 创销书作者 刘雍 这是我伤心的时候 如果我会伤心 这就是我伤心的时候 那我再来问 有没有最骄傲的时候 骄傲 很多人都说 刘雍挺骄傲的 其实我是很不骄傲 我是缺乏自信的 就因为我缺乏自信 我不晓得 我的国画的传统功力好不好 我会从头去临摹 一笔一画的临摹 故宫的这些名家聚集 如果一个人非常骄傲 认为自己已经都够了 他不会做这件事 所以如果我分析之后 或者我把临摹之后的心得发表 然后我很得意 那么那个得意 是来自于下了功夫之后 有了一点自信 收获 对的 您说您小时候就喜欢画画 但是画到后来一直没有得奖 最终开始得奖了 就连续得奖 您会觉得您是早会吗 还是您是有天分 还是经过了勤奋 然后才被认识 是因为我走我自己的路 我从小画画 我画的跟别人不一样 别人大片这样图 我可能就拿一些线条这样子磨 那么反正到高中之前 都没有得过奖 我写文章也总是参加作文比赛 很奇怪 我的老师会让我去参加 可是我每一次都不得奖 所以你是晚熟型的 No 我虽然我在高中的时候 作文课堂上面都是拿椅 都拿不了奖 但是我已经在报章上 发表文章了 你说这要怎么说 对不对 所以我就是照我这条路往下走 我很可能在大学时代 教授们都不喜欢的作品 那我照样往下走 结果现在很多博物馆 或者是拍卖公司拍的 却是我那种作品 我不会因为那个时候 人家不欣赏 我就不做了 我就是继续做 所以我记得我有一次到鲁迅美院去演讲沈阳吧 我一进门我就说 我说艺术家谁可以说你好或者说你坏 没有人 只有你自己 你认为好他就是好 任何人说什么都不管用 你自己认为好就是好 我还是讲一句比较大胆的话 我说你用狗屎画的他好的话 他还是好 您认为您画什么画的最好 还是您都是很包容性的 我像是去年苏富比拍卖我牡丹 我的牡丹是很好 今年檀花 我檀花挺好 但是他们大家都喜欢这些 我就不画 我很少画牡丹也很少画檀花 因为讨好的东西不要多画 多画的话就容易俗气 你如果多画的话 你的技巧就会非常的熟练 非常的熟练之后 你画的时间就会缩短 就会很省时间 结果东西就会少了 然后最近我的经纪人跟我说 哎呀现在疫情这么严重又打仗 画一个和平之春吧 就是画鸽子跟樱花 我要我的小姨子从纽约 拍我们家的樱花 发给我看 因为我要回想 我在樱花树下走过的时候 这个落樱缤纷的感觉 我要找到那种感觉 我必须要有感觉 有感动 我才会画 是我画的花 它会不只是那个花或者是那个鸟 而是它背面所有的一种情怀 你看这是小学幼儿园跟小学 对 我孙女小学也是念幼稚园也是在这 其实小学对你来说 对你人生是一个转折点 对的 因为父亲去世了 对的 你说从天堂到了地面 你还是比较乐观的 写的很细点 我从来没有觉得悲观过 你看我的作品里面有过悲观吗 我九岁的时候 其实我六岁的时候 我的亲生父亲过世 我九岁的时候 我的养父过世 我十三岁的时候 我家烧成一片废墟 我从火里头跑出来 连眉毛都没了 然后到我十六岁的时候 我吐血 修血 每一样都是很美的 你什么时候 你什么时候开始觉得它是美的 还在那个当下就懂了 那个当下就懂 你很早会 不是这样 那也很可能这是一种偏性 你要知道 孩子们常常能够接受很大的打击 有的时候他会把它转化 就好像你到阿富汗那边的记录影片里面 可以看到在战乱的时候 孩子们拿着树枝当作枪 结果那个战争对他们来讲 他们还拿那个来游戏 他用这个方法来转换 同样的 我在童年 我的家整个烧成一大片空地 会长很多草 会自己长出番茄 那是因为我把番茄乱扔 于是我在那里面找到美 所以最重要 一个人碰到悲剧 你要知道转换 父亲的离世 你说是从天堂到了地面 父亲留给你的生活的记忆 对于你对于生命的感受是什么 生我的家庭 当然留给我的印象实在是不多 我的养父对我非常的好 他晚上出去钓鱼都会带着我 然后骑着脚踏车 我到现在都总是记得 他骑过那个小巷弄 嘎吱嘎吱的响 他带给你很多美好的画面 对但是那些美好的里面 很可能也有一些伤感的事 譬如我们会经过围剑区 这时候你经过他们的家 里面可能突然泼出一盆水 然后你看着那边炒菜火光 这样的红红亮亮的 然后那个小小的巷道 是有反光的油自制的 到底这是美还是不美 然后我的父亲带我去访问那边 闸麻花的老先生 他的孙子还是他的儿子坐在床上 以一种怨恨的眼光 在盯着我跟我父亲 好像说你们到我们家来干什么 我们家这么寒蝉 我们家洗衣服的嫂子的先生 总是坐在门口 他用一杯就是那种漱口杯 跟太太要五毛钱 漱口杯在那边喝米酒 这些事情都留给我很深的印象 我觉得你很特殊的一点是什么 你知道吗 就是当你自己比别人过得好的时候 你会感受到那种悲伤 当你们家一无所有烧光光了以后 你反正找到了生命的 对的对的 我讲找到了丰足 是的 为什么呢 所以我后来画一个龙山寺庆园 那里面很多乞丐 我从来画画的时候 里面会有小猫小狗 那是我爱的 也会有乞丐有可怜人 有猪门酒肉臭路有洞死 我觉得很奇怪的是 有这种祈福 而使得你能够觉得 你能够再来一次 靠自己的力量再来一次 是 其实我的人生一直都是这样 我的祖父是林安的县太爷 我的父亲曾经做 你是说养父还是姚家身父 我的身父 然后我的父亲曾经在台北市政府 做很高的职位 民政厅 厅长之类的 这样子的 但是他后来肺病 他过世了 所以按说的那一段时间 我知道我哥哥们 我有很多哥哥 我有五个哥哥 他们都是有奶妈的 他们是过得非常滋润的 但是到我生下来有问题了 家里都家境中道 家里都整个就垮了 整个就垮掉了 父亲过世 然后垮到刘家 到刘家 刘家没有多久 刘家的爸爸又得癌症 所以刘家爸爸在走之前 很感慨地说了一句话 后来我母亲转告我 她说可能这孩子带错了 比如说我们养这个孩子 这个孩子恐怕命比较硬 磕死了生父 又很可能磕死了养父 你听了也很难过吧 那一种千万自慰 OK 自己尤其要努力 我小的时候 像是这种我会想 对生的叶子跟互生的叶子 跟轮生的叶子 它们为什么要长得不一样呢 还有叶子的形状 为什么又长得不一样呢 那有的是好几列 有的是尖头 有的是圆头 渐渐你会发现 它们都是为了把阳光能够分散 把阳光能够分散 可以错落 所以大自然知道怎么样 来使得自己有最好的兽益 也知道怎么样 让全株整棵树 都得到最好的照顾 它得到自己的幸福安康 但是它一定让一些阳光 饲养它下面的 我觉得你一直是用生命的角度 在看大自然 尤其是植物 你好喜欢植物 从很小的时候就喜欢 而且会不会是因为人生的经验的关系 你从这个大自然的深深不息 跟彼此相依相服的这种生命状态 或自然状态 去体验自己的人生 让自己找到人生的力量 所以感觉你看这些东西 很多是跟自己的生命观 开始相连的 可以格物置之 我的心跳特别快 完了之后 三军总医院的医生就说 你不用当兵了 但是你活不成 这句话很管用 这句话很管用 你看我活得很积极 因为随时都要走人吧 人不可以没有必死之心 什么叫做必死之心 就是有一天 我们就要离开这个世界 所以每一个人平常都应该要想 今天我出门 我跟太太 我跟孩子说拜拜 有可能我就回不来 于是你那个拜拜里面相聚 就是那个缘分 那是多么尊重的缘分 包含的那种深情 对的 所以我是这样子来面对这个世界 很像现在的流行雨 就是意外和明天不知道什么会先来 对的 你曾经说过一句话 每天早上起来 你的感觉就会像是 每天从坑里头爬到地面上来 对的 然后要攀登高峰 怎么理解为什么每一天 你会从坑里头爬出来 而每一天的高峰在哪 你们居然会 找到我这句话 深得我心 因为这正是我心灵的写照 所以我说老季福利 治在千里 但是我把这个改了 我说老季福利 泪流满地 治在千里 只有一季 你注意 你到我的家里头来 我连杯子都找不到 想办法给你倒水 所有的联络的事情 都是跟我联络 你们还问我 有没有助理 我说对不起 我没有助理 我什么事情都得自己做 苦心孤意地 要用力往前冲 那不是就像是 从坑里头爬出来吗 腰酸背痛 不想起 也要起来 认为自己这本书 还没有完成 那个文章还没有发表 对于学术上反叛的思想 我有话要说 我还没有说 于是我就要起来 然后静下来 等到不气喘了 开始鼓足勇气跟体力 开始创作 以前我下午两点钟 可以开始创作 我现在很可能到三点半 到四点 我才能够把里面的气 能够集合起来 然后把它创作出来 就因为你睡眠的时候 我比较缺氧 我就陷入了比较低潮 我夜里面我的氧气 如果半夜来测我的氧 差不多应该都是上医院的 所以我会跟我儿子讲 我说哪一天 如果我得病了的话 可能就是肺里面积水 我说因为现在平常 夜里头睡觉的时候 都会听到呼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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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水会积水 那么渐渐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就报销了 但是我觉得人活一天 就要勇敢地往前走一天 所以其实您 以您现在的经济能力 要有助手 要有保姆随身 绝对可以 是的 但是为了您自己的身体 您要自己 一定要把自己拧成一股绳 然后能够往上爬 是因为觉得人必须要超越 所以我说超越自己 人是一个需要超越的东西 所以你绝对不会躺平的 对 如同尼采所说的 人是一根绳索 架于超人与禽兽之间 你要不断地从禽兽的这一侧 往超人的那一侧行走 那是危险的前进 危险的回顾 危险的站立与停止 下面是无底的深渊 所以人要不断地 往超人的这一侧走 任何一刻你停住你就掉下去 那你觉得您自己 每一天能够达到的人生高峰是什么 每一天有每一天的功课 我有的时候会这一段时间 决定写一本书 那么就是每天就按部就班去写 很妙的就是 当你心里头集中精神 在某一样东西的时候 灵感就往那边跑 于是那本书可以很快地完成 完成之后 又设定另外一个目标 我非常欣赏 梁世秋先生他讲的一句话 他说当上一件事情 没有做完的时候 就开始研究下一件 那就是人生 年轻的时候听不懂 我现在非常了解这句话 也就是说上一件事情 还没有完成 将要完成了 将要放鞭炮庆祝了 这个时候你已经开始做下一件 而不是等着那些开香槟的声音 砰砰砰的响大家鼓掌 然后你才开始做下一件 去迷醉于上一个成功 我盖了四十个希望小学 我没有参加过任何一所的开幕典礼 最近还在做什么 新的创作吗 这两年我出了几本书 出五本书 都是跟画画有关的 然后文学的 童话的预言故事就有两本 其中一本是星云大师做的序 哇 对啊 这是最新出版的 千万别养出个妈宝 这都是您出的书在里面 刘恩戴你看宋画 我没有台湾版的 但是有大陆版 故宫这三位啊 范宽 波西跟李唐啊 对啊 我包括人家印章啊 他们的纸张啊 他的构图啊 你每次临摹要多久 然后才能够跟他 我从来不记得我多少时间 就如同我从来不记得 我画了多少画 出了几本书 收了多少板税 真不知道 不知道 我打算要做一个 视频的教学的影片 但是问题是 就好像大家都认为我写畅销书 笑死了 我写多少不畅销书 像这种书能够畅销吗 对不对 尝试句点能够畅销吗 但是出版社都愿意 出你的畅销书啊 为你的畅销书做宣传啊 那我现在要开这种课 有多少地方 会愿意为我做呢 我如果传授处事 一来来十几万 十几万来报名 来参加 但是你觉得不教画画 可是我不教画 能够来个一万吗 我不知道 您其实典型的斜杠青年 而现在是斜杠老年 OK 继续斜杠 对的 你最喜欢哪一个 我是艺术家 你看绘画文学都一样 而且它们是相通的 我曾经想过 或者说是我放下 不要写作了 或者是完全不要画画了 那么多一点时间 专门专注到一项 可是发觉 那就不是我自己了 我必须要在两个当中穿梭 我在两个当中穿梭 它有个好处 我没有高原时期 比如写作 写写没有东西写的话 我就画画 我画一阵子 然后回头去写作 又灵感这个全涌而出了 它两个是相互的 就好像你在一个书桌 或者是你一个房间里面没有 你有不同的角落 对的 我实际上我的书房就是这样 累了 你就到这儿来做 做数学题不行了 来画个画 对的 是的 所以你永远不会疲累 你永远会善用你所有的时间 所以我出书的时候 很可能你会发现 一张画 一篇文章 它们是相关的 所以一语两吃 现在这个斜杠青年 是很流行的词 只有你一直 你一生都在斜杠 在未来的时代 每一个人都要斜杠 在以前的时代 很可能我们就读 几本 古人的时代 几本重要的书 过去这两百年 很可能大家看 一本一本的课本 OK 或者看大堆头的书 但是到现在 你会发觉 有的人他只是在网上 东边看西边看 噼啦啪啦乱看 但是他能够 把这些乱看的东西 组合在一起 成为一个完整的学问 所以很可能 在未来的世界 学校里头拿到教科书 只要稍稍翻几下 或者是老师 把几个重点稍稍讲一下 其他都不讲 让孩子自己去摸 他很可能会摸错 但他也很可能 会有他的创意 因为这个指导 与那个指导之间 就会产生张力 这个张力他想办法填补 这个填补的功夫 他很可能会在电脑上面 他在网络上面 他学到的东西 他把它填下去 所以每一个人 在脑海里面 后来所形成的知识 是各自不一样的 这才是多元文化 如果我们现在还让孩子 从第一个配局 背到最后一个配局 完蛋 所以你觉得 人人可以斜杠 人人可以斜杠 一生都要斜杠 因为过去 家有万万不如一记在身 学一个科目 大学毕业名牌 就可以混一辈子 现在行吗 你混个三年 那你觉得 现在人要能够斜杠的 最重要的能力是什么 就是终生学习 觉得任何一课都可以学习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习系直通车 的老师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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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